我們以前說 電子股是決定台股能不能衝萬八 衝萬九的關鍵 但現在看起來這個 主角好像換人當女主角 男主角都換人了 所以針對航運股 接下來陳鋒老師有沒有什麼看法 好 各位 其實新聞它也有一個節奏 那這個節奏都來得很巧 怎麼說呢 2603的長榮今天跌停 那昨天好像有一個新聞說 董娘解值 解除質押 1.8萬張的樣子 那這樣的一個消息 出來今天跌停 而且亮說 我要表達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今天你看了一個大方向 我從先前告訴大家 從過年之前告訴大家 我看了只有一個 這個大方向就是所謂的準班率 可目前來講6月份的資料 還沒出來 因為5月份的資料 6月份資料還沒出來 但5月份的資料呢 截至目前 就是我看到的 為止 100架的一個傳次 只有23班 23班 全球綜合的 全球 沒有 單一個美西線或者是美東線的 只有23班是準班的 也就是說 目前航運是全球 大塞車 全球大塞車 那既然這樣的話 各位你看 不管哪一檔航運 好的也好的也好 或者是資本的比較小的 或者是 過去這幾年 經營呢 也有點慘淡的 全部都一飛沖天了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昨天跟前天 都是殺誰 都是殺陽明跟萬海 那今天 長榮我個人認為 只是單純的 補跌 補跌而已 所以那如果你接下來說 問陳鋒老師說 那航運股還會看好 我現在 我現在就我現在 我目前看起來 我並沒有看到 很大量的一個出貨 我並沒有看到 也有可能我看錯哦 但我發表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就是我過去 在航運還沒有漲的時候 我告訴你有這樣的一個 主流股 你可以來追蹤 那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我並沒有看到 很大量的一個出貨 那我不是叫你去做多 因為每個人的風險 承受度不一樣 而且 每一支都貴的跟什麼一樣 200多塊300多塊的 這種股票 各位你們可以去看 如果主流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指標 這些股票呢 只要經過適度的修正 像我個人認為 長榮今天就是 蠻適度的一個修正 當然也有可能再晃一下 來到 來到 月線的這附近 可是我個人認為這樣的修正 如果他要繼續往上走 準頒率繼續的 繼續的 維持在二三十 那我想航運股還是有機會的 那你會想要問陳某老師一件事情 那準頒率要到多少才算正常 以疫情爆發之前呢 大概是七十到八十左右 那應該是正常的 陳鋒老師講的那個長榮董娘 他是那個董事的配偶 楊小姐 他就是像 他申請了 信誓都出來了 申請了 解值1.8萬 所以網友現在討論的話題 也蠻高的 大家會認為說 不要忘記當初國劇啊 國劇也是 陳泰銘董事長的前妻 也是大賣了持股嘛 所以也讓國劇的股價 就這樣子殺了下來 可是有網友持反面的看法 認為其實 這個大股東調節 股票呢 之前在航運就有特別看到 有幾家 那個時候 我們還有特別幫大家一一點名 來看一下裡面的問題 可我學陳鋒老師剛剛有點到一個重點 我覺得 是不是能夠把這樣子的行為 視為他真的持有的成本低 那他想要做一部分的獲利 也是在所難免的 重點 還是剛剛陳鋒老師講到的準頒率 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樣解讀 這個大股東近期賣股票 恐怕會越來越貶乏哦 好 我想 這樣子 大股東賣股的確有可能 而且機會還蠻大 就是相對的一個高點 他散出持股 我可以給這樣的一個結論 很肯定 但如果就以 昨天的這件事件 解值的這件事件 各位什麼叫解值 就是我把股票拿到銀行去抵押 借錢出來 那解值代表我有還錢了 所以我把這樣的一個抵押品 拿回來 那後續你可以觀察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各個航運公司 你所在意的 不侷限於長榮萬海或揚民 你在意的 去看什麼 申報轉讓 有沒有出現 一般交易 有出現一般交易 那他就是把股票 拿到集中市場去賣了 有出現這樣一般交易 那如果是正宇 正宇 或者是轉手給 所謂的特定人的話 那就 還好 對於股價的一個負面衝擊 還好 美國的一個消費力道還在持續 那請問一下 會不會往中游 那中游往上游 去做一個叫貨的動作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怎麼樣 上游會有拉貨回補的一個行情 所以既然有拉貨回補的行情 各位 那以台股的部分來說 有拿幾檔 我個人認為 是比較有 有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 目前我們看一下K線圖 我個人認為 1455的集勝 1455的集勝 我個人認為就還蠻有機會的 導播幫我們打一下1455的集勝 各位 你看到這些 藏黑都是拜隔日沖所賜 所以藏黑以隔日沖的稅減半之後 在成交量的判讀上 可能就會比較失真 大家覺得說這可能是在出貨 可能是在出貨 或者是 這邊有人套牢等等 可是我告訴大家 如果接下來 這個消費的力道沒有減弱 像1455的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中油的一個紡織相關的 各位就可以做一個留意了 那如果你認爲說 我像陳牧老師告訴大家的 紡織的部分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兩支 當然這個都有點貴了 有點貴了 我認為1476的如虹 現在就是一個不錯的賣點 那當然600多塊 說實在話是有點貴 可是別忘了 有所謂的零股交易 那我怎麼樣讓大家更有信心 會認為說紡織業 還會有一個 一個一個拉動的一個行情 各位你可以知道 美國的Nike 美國的Nike 還有歐洲的Adidas 他們的股價都創下的一個 自從掛牌以來的一個新高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銷售的一個動能 一直推升著這兩 這全球這兩大的一個運動品牌商 那如果這樣的話 以台灣來講 1476的如虹 還有1477的巨氧 我個人認為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都是一個 蠻不錯的可以發揮 也可以介入的一個好股票 各位這些都是好股票 這些呢 才是真正外資會去 著墨的 會去買的 可是如果你看到 剛剛導播已經幫我們打出來了 1477的巨氧 你會覺得哇 這個線型好醜啊 各位這不就是真正的一個 拉回找買點的一個範例嗎 各位你可以看到 我們以巨氧來說好了 今天是248.5 是不是就已經回到 前面的一個平台整理了 他拉回整理 這邊就有一個很強力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支撐區 我不是講單一價位哦 單一價位都很可能任何都會有 不好意思我講 都會有任何的一個很快 做一個穿刺的一個行情 所以 會很容易就把你洗掉了 可是如果一個區間 這一個區間大概在那兩百 四十 我看一下哦 兩百四三到兩百四十五這之間 我覺得你都可以去做一個適當的做一個 根據你自己的財力 或者你的風險屬性 你都可以來買一張 甚至如果 可能比較不夠的買零股 我想都可以參與這些好公司 那當然如果 你的 本身的你風險屬性是比較高的 我想1455的急勝 你就可以來做一個留意 面板 算了 那個籌碼已經亂到 都不知道 不像話了 對不像話好 好一個註解 因為你看哦 昨天一個盤中 一個 一個利多消息拉上去 你看賣壓全部都一擁而出 我們來看一下 雖然我說我不講面板了 我還是要講講一下好了 好 自己把自己的腿 自己把自己的腿打斷 各位這個不要再晚了 你看你這昨天拉上去 昨天 拉到 20 最高23塊6 你看賣壓馬上 就來了 過去我告訴大家 24塊是一個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支撐價 那如果這個支撐價24塊都站不起來 不要管他了 所以你看24塊沒有站上之後呢 直接就往 最低來到多少 20點 8塊 最低來到20.8塊 然後資金被 套住不打緊 其實套住我覺得沒什麼 問題是有沒有前景 但我目前看到 就是沒有 我目前看到就是沒有 因為有的話 24塊這個附近不會破 就是 我說真的 我都沒有看到任何什麼面板報價 我都不需要看 有前景的24 你就要給我 你就要24附近 你就要給我死守 或者是說 你的買盤的力道要大於賣出來的籌碼 代表 你這些籌碼我都通收 我不能讓你破24塊 可是沒有 不管公司講的再好 不管怎麼樣利多消息再好 不管一下說 什麼 有一家廠商 競爭力很不OK的資本支出 170億都不管 那問題是股價就不行 你管他要資本支出多少 股價就不行就算了 所以我都不會去看那種 講資本支出多少 我講170億 我也可以說我取消 我因為未來前景不明 我這邊我縮小投資 我只剩100億 獲勝我 我全部都取消 我也可以講 他沒有說一定 各位你聽得懂這個邏輯嗎 我沒有說一定 我講170億我一定都在開 沒有這個事情 所以面板股各位你不要再看了 沒有什麼好看的 你有什麼好看的 你站上24 以有打來講 你上24塊再說吧 你上24塊再說 我會告訴你說哎呦 24塊而且成價量全部放大 代表前面盤整的 壓力套腦他全部通吃 通收 然後還收一個中紅K 我不需要漲停 我需要一個中紅K 你來穩定我的信心 我現在沒有看到任何面板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